小米小米你快来 我发现了一个神奇的宝石 只要点击它就能实现愿望 且不就是一个黑晶石吗 这可不是普通的黑晶石 不信你点一下 是吗 糟糕这是哪 我怎么被传送到孤岛上面了 嘿嘿被骗了吧 这是我做的一个触发器 只要碰到黑晶石 就会传送到孤岛上 可恶 赶快把我传送回去啊 想得美 谁让你说我玩躲猫猫技术菜的 今天你就在这古岛上自生自灭吧 哼 这兔妹妹真是坏到家了 不过一般这种古岛 树下面肯定会有宝箱 嘿嘿看到没 哎不是吧 里面怎么给的都是种子啊 话说在这黑晶石上面也种不了 这次不会真的要在这上面 靠吃黑晶石生活吧 哎不对 这黑晶石居然还能挖掉 哇怎么是土块呀 而且还可以利用土块 合成这么多材料 也太nice了吧 小米你在下面怎么样了 我现在饿得都快没力气说话了 那你现在只要承认我是躲猫猫大神 我就给你送点吃的 我看你是躲猫猫菜鸟还差不多 什么 那你就等着在下面活活饿死吧 气 我也想饿死 可是条件不允许啊 这次我就勉为其难的 在古岛上面建造一个豪华别墅吧 首先看我用琥珀块 扩大一下地盘 嘿嘿 有方块复制器干活效率就是快 怎么样 我这地基就为你们大不大 然后房子的柱子也全部都用琥珀块给建上 屋顶的话就用西春宫灯给铺上 不仅能照明 而且还非常的美观 简直是两全其美啊 为了美观 四面墙也全部都用琥珀块给封上吧 这边再加上一层屋檐 别墅的框架就基本上大功告成了 是不是气质直接拉满 既然是豪华别墅 屋内装修必须得高端大气 首先在这个角落放上两张公主床 然后旁边再放点工匠台和熔炉 这个角落再用篝火加上两个石锅 嘿嘿 到时候烤肉烧烤随便吃 中间的话就用铁栅栏和半砖 手动打造一个铁制的餐桌 OK怎么样 我这房子是不是非常的高端大气上档次 不过怎么感觉外面还是空荡荡的 那我就接着在这个角落 用黄金块做一个足球场 球门都用铁栏篮给围上 嘿嘿 这样到时候就能邀请伙伴一起来玩了 最后再利用轨道节点 做一个过山车的游乐设施 OK 我这吃喝玩乐一体的豪华别墅就大功告成了 现在求我回去 我都不回去了 这都过去大半天了 小米在下面怎么没动静了 什么 孤岛上面怎么还多出来一个房子了 嘿嘿 当然是我建的了 哎呀 看不出来嘛 不过让我看见这个房子就是我的了 哼 休想 我可是有武器的 算了 既然下来了 我就带你参观参观吧 怎么样 我这豪华别墅看着还不错吧 就这 猪看了都得掉头走 一点都不懂得欣赏 看完就赶快走吧 我这边不欢迎你